20224默克大师赛第一轮 中国天才严炳涛PK 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 最终严炳涛4比6出局 而且严炳涛一度3比1领先 但还是惨遭大逆转 真是太扎心了 威廉姆斯后城发力爆发 上演翻盘好戏 等了好久 大师赛终于打响了 严炳涛和马克威廉姆斯打响接幕战 严炳涛是最强0名后 也是未免冠军 去年夺冠之后 严炳涛虽然陷入到冠军荒 但也不算太差 能够稳定在Top16的位置 世界冠军和大满冠球员 威廉姆斯是一名75年出生的老将 之前两人共有5次交手 威廉姆斯3胜2负略微占据上风 整体上是难分伯仲 严炳涛能否用一场胜利 来开启自己的未免之路 值得期待和关注 当然 即便是输给威廉姆斯 也没有什么意外的 比赛采用11局6胜制 分为上下半场进行 在上半场 严炳涛状态更为出色 尤其是前两局 他都是完成了青台的逆转 并且连续单杆64分 71分 很是稳定 2比0领先 威廉姆斯第三局怀疑颜色 扳回一局后 严炳涛迅速稳定下来 第四局又打出单杆57分 上半场 严炳涛3-1稳稳压制 不过下半场开始 威廉姆斯突然爆发 连赢了4局 并且连续打出单杆高分 第八局更是轰出了单杆破百 104分 一波四连边之后 威廉姆斯5比3拿到赛点 虽然严炳涛第九局单杆破百扳回一局 威廉姆斯还是顺利拿下了第十局 6比4成功晋级